我从小就有的老毛病 腐头一发作 小男的热肚皮和我相贴 自然就好了 大师 你救救我 救救我 哎呦 从未见过如此帅气的和尚 就连美女都想投怀奉抱 但和尚却依然委如劳 她能如此淡定的不为所 只因背负着重建少林的使命 这一切还要从嵩山少林说起 方丈将寺中的钥匙告组至善 少林寺立志要反清赴免 但苦于买不到县城兵器 只得找炼钢秘诀和兵器图纸 以此来进行自主锻造 而在峨眉山的文书罐中 吴臣道长拥有这两样东西 至善随即领命前往峨眉山 当仔细看过书信之后 吴臣道长便直言香港 兵器图至少三个月才能集齐 而方丈托付传授至善武艺 吴臣道长也康慨英语 至善见状立刻跪地拜师 吴臣慌忙将他扶了起来 随后安排他在罐中散离 当至善走到院内之时 吴臣的弟子冯道德突然停下 直言要和至善切脱一分 在下自不量力 道想 讨教一下 说霸帅先出手攻向至善 至善不慌不忙从容异远 可冯道德却招招 每一掌直指至善的药 至善一掌将其击腿 切脱武艺 为什么要出此毒招 我学的武功就是这样 冯道德立马再自行 至善单手轻松抵打 不料对方使出插眼神功 至善反手将他关节脱顶 这一幕正好被武眉看到 而吴臣道长达之以后 并没责怪至善的意义 可在疗伤之时 冯道德直言既不如人 但心中却恨得咬牙切齿 接着扬言还要决斗 这时武眉将师兄当场托穿 直言是他下毒手在先 宽容的至善向他当场推动 可吴臣却说不必为此内疚 随后谈起反清复明一事 他表示对少林全力支持 可师弟白眉却不予赞同 得惜少林已被朝廷列为叛 如今还要囤积武器公然谋 他认为师兄的做法很是不妥 你几人甘心于叛贼为优 师兄 从尽全情 你我奋斗扬镳了 说八百没扬长而去 原来吴臣是前名大将 并且武术修为造诣极高 他告诉至善安心练武即可 至于朝廷剿灭少林的消息 他自会派手下去通风报信 次日至善在院中专心练武 当他正练的起劲之时 吴臣上前对他指点武艺 问他少林寺众多绝技 最擅长拿几种功语 随后至善直言相报 他精通少林寺三门绝学 一指禅力发千斤和敲响中 二十年的铁头功课算是最端 强龙掌更是达到无间不摧的进步 然而这三项绝技皆赴刚进功 而道家之道则是以柔克刚 唯有善柔者方可纵横天下 所以道长建议他从内境上下武功 而内境才是武学的上场 于是传他一招劈空掌绝学 和尚奉师父之命学成归来 没想到刚踏进四门就看到尸横电影 抬头间的火光更是犹如晴天霹雳 至善顾不上多想直接冲进来就与清兵开打 六岁就进入寺庙成为和尚的 他不论是基本功还是内力 都已经可以和师父媲面 再加上外出云游好选 如今二十六的他可以堪称少林寺的高手 再从师弟口中得知如父如母的方丈上在后 当头棒喝解决了挡在暗岛前的官员 接着一个跟斗进入枯底 清兵健壮扔出了炸药包 又这样想反清不明的少林碎在心灵狂一的 在众人离去之后 智善和方丈同哭解出来 年老的方丈在经历这样炮火的硝烟之后 已经奄奄一息 他让智善去广东福建一带 那里的人民不去不挠民风强悍 可有机会重建少林 说完后驾和吸取 来到广东的智善进入一家饭店画院 却没想到被老板打滑 有着慈悲心肠的商人听到这话叫住了要离开的智善 转身让店老板都记在自己账上 而他不知道 眼前的商人将是会和自己重建男少林 有着千丝万米的一息 道长拿着一口千斤饼 放在乐善号施的富商门口 声称陶点不失 听说有个少林和尚画员 你一口就答应 钱装银两 任他之用 我也不多要 只要你将银饼子放满这个铜顶 老的转身就走 情急之下 富商派人去请来自少林寺的高手智善 和尚本来是想解决问题 没成想道长见到他起身就出手 几招黑虎掏心被智善捕获之后 放在双肩的手被智善压制 眼见二人越打越激烈 众人纷纷远离生怕伤及秋毫 看到道长招招充满杀气后 智善不再心思手软 一招飞踢便让他倒地 道长不服输起身使出吃奶的力气 开始攻击智善七寸 结果被智善的铁头弓逼至墙边 接着将千斤顶如树凤环 离开的智善被曾经布施过的好心人请至家中 指点习武的侄子一二 没想到附加少爷对前来的少林大师根本无限 和尚 我问你 练功以何为限 上乘武功练气为限 不过像你这样年少气盛 战时不能练气 先要练渣马 马步一稳 自然打下根基 大师的口气就是不一样 在广州号称无人能敌的锦伦听到这话轻蔑一笑 拿起旁边的凳子让大师坐下想要比试 然而智善内心清廷只想画原不愿结怨 只要你坐得稳 我们李家在广州 有二十家绸缎庄 分给你一半 听到此话的智善内心一动 既能重建少林又能招揽文僧和乐不韦 只见他慢慢坐了下来 锦伦见状先是一脚敲山正虎 眼见凳子碎了大师却是无动于衷 内心的傲慢让锦伦出手对待 不曾想一个飞起马步继续四平八纹 锦伦不幸邪左右腿接连几击重击 可大师依然稳如磐石 在一招攻击痴迷的逼迫下智善出手 锦伦见状开始用自己的弓二头击攻击智善 想要破了智善的马步 然而几招过后不过轻轻点水 硬得步行软得来 没成想胳膊被牢牢夹住不能动的 最终在智善的一掌下被打得连连后头 不服输的锦伦双拳再次上前攻击 却被智善一个擦手敲头 打肚 推肩 锦伦被逼使出猴子摘头 结果自己的脚被大师牢牢夹住不能动的 即使自己双手着地还是无可奈何 纵然这样锦伦依然心口不服 他拿起旁边的石锤向智善重重打去 智善瞅准时机双手紧握 接着一个旋转将锦伦扔至水中 出来的锦伦看着地上深陷的两只脚印深感自愧不如 当即跪地认诗 重建南少林的步伐就此踏出了第一步 从锦伦夹出来的智善看到了大街上卖肉和磨刀的二人在互相切磋 二人你来我往互相上下 为了将二人招致麾下 智善趁二人对打之时出手相劝 不料二人的兴致被和尚惊扰 开始二打一 结果 转身的二人开始合力对比智善 不料智善卖了几个八字骨 让对方几个高财筒 之后一个合力 仅此几招并不能够让二人心悦成福 麦肉的上来就是一百凳 被智善的金刚壁阻挡 不给智善喘息的机会 磨刀的直接上前 在一番你来我往之后二人被打倒在地 见此情形二人拿起旁边的木桩 想要将和尚逼至死角 不料智善一个起跳接着转身 智善就这样潇洒离去 二人见此情形也追上前去办事 和高手对打过的他们来找木桩高手 红西关炫耀 一直期待着和智善切磋的红西关 当即就收摊回家 却没想到靖家门就看到了传说中的智善 红西关也不客气开门见山 别跟我讲经论文的 我是三句不离本行 只讲拳脚功夫 令他没想到智善竟然爆出一句情案 几句悄悄话过后 梅花庄旁边多了几个高低不平的沙包主 自视青刀的红西关微微一笑 就这样二人开始了在梅花庄上的切磋 木桩面积虽小 红西关却是走得稳大 直接上前与智善开打 出拳有力招招到肉 智善扎着马步稳如泰山 一个转身加飞踢 使得红西关经济独立于单个木桩之上 红西关凭借着自己在梅花庄的苦恋 使得智善连连躲闭 为了将红西关招致麾下 智善翻跟斗站在沙包柱上 引诱红西关近身 见此情形红西关一招飞踢 接着双拳出击 无奈至善悦躲跃远 情急之下红西关上前攻击 却不料双脚立于根基不稳的沙包柱 直接摔到地上 君子一言的红西关 直接双膝跪地现场败尸 就这样师徒六人踏上去往 福建重建南少林之路 得知有少林寺和尚在广州 官兵当即严守城门 出城的几人乔装打扮 却还是盆密一数 就在官兵打开关盖的瞬间 一场刀光剑影也瞬间拉开帷幕 然而有着三脚猫功夫的官兵 几招就被市井高手所灭 逃出来的几人随即分头寻找船只 准备走水路离开 不料走在小道的至善碰到了半路杀出的成养精 手持金蝉杖穿着唐僧服 可他却心狠手蜡招招致命 至善眼见来者不善 使出平生所学要将甲和尚灭掉 可他武功高强 多次交手之后至善并没有找到其弱点 尽管手持武器却没有伤其分好 在对打了足足六十分钟以后 依然没有分出高下 然而高手之间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不惊意见 在甲和尚体力不支之时至善接连两刀 受伤的甲和尚使出浑身力气甩动 重达二百公斤的金蝉杖 结果被至善瞅准失击 没想到甲和尚的馋杖竟然按堂杀起 没有武器的智扇开始拿出平生所学 瞅准时机一招夹击使得对方失去攻击装备 接着智扇凭借年轻力壮之士乘胜攻击 接连受创的甲和尚气上心头 虽年老体力不支 可为了消灭反清复明的最后一股少林势力 拼死也要灭了眼前的智扇 只见他趁对打时使出绝杀技铁头弓 本以为胜券在握的智扇又打起了十二倍精神 但却还是被甲和尚的铁头弓接连重伤 为无可退之时智扇也使出了少林铁头弓 真假面前胜负自然见分析 然而祸不担心 智扇刚到海边和徒弟碰头 就看到他们在和白眉大战 来不及喘息的他万气归宗开始和白眉单挑 杀师傅之仇说什么今天也要忘 然而白眉毕竟老坚俱滑 直接出手黑虎韬心命中智扇七寸 智扇凭借从小学到大的硬气功 反手摸凶还至奇人之身 白眉毫不含糊开始反击 不料被智扇直掐命脉 可惜智扇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白眉逼至五米开外 同样拜师学过到家功夫的智扇 开始用到家所学反击白眉 然而多次进攻都被白眉轻松化解 智扇趁机使出少林铁头弓 白眉见此使出绝招金刚杖 任凭智扇怎样攻击白眉 他始终无动于衷 使出的铁头弓也被白眉反弹出去 无奈智扇使出一仰指 想要攻破白眉的金刚杖 然而无论怎样攻击都是徒劳 白眉依旧毫发无伤 老夫已经炼成了尽重杖 所有的血道都已封闭了 智扇你要记住 人生有六个重要血道 是不能完全封闭的 就是练成金刚杖 也至少能留下一个药区 想起师父曾经说的话 智扇记上心头 一阵虚张声势使得白眉放下戒备 智扇则趁机一个金斗云立于白眉肩上 接着将所有气力聚于一指缠 只系白眉中停血 然后快速落地来招降龙十八掌 一气呵成的致命两招令白眉后退数十米吐血倒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